请嘉宾发言之后就会有问答的环节 在嘉宾发言的时候 我们会将各位记者朋友的麦 暂时设为正音 到QA的时候就会开麦给大家发问 事不宜迟 首先介绍今天的出席嘉宾 利家国地产总裁廖伟强先生 和董事陈大伟先生 首先有请董事陈大伟先生 和大家回顾一下 今年一二手住宅市场的市况 有请陈大伟先生 好 谢谢你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好 今年2020年 现在十几天的月结 我们回顾一下 今年整体住宅楼宇的情况是如何 看回2020年整体楼市 我想大家都知道 我想全世界都受到新冠肺炎的影响 香港楼市亦都受到新冠肺炎的牵制 表现都是跟着疫情 我们看回最近这十二个月 我想主要是时起时跌 好像疫情一样 有时是升有时是跌 价量我看今年比较飘忽一点 整体楼市 全年如果回顾第一季就比较差一点 因为新冠肺炎第一季就比较恐慌 所以市场比较差一点 去到第二季整体的楼市 去到第二季尾开始就好一点 反弹 直至到第三季疫情又开始了 第三波疫情又来临之后 疫情又受到压力了 第三波疫情之后 回顾换磨之后 很多大型的盘聚聚了一段时间 一手市场空群而出 很多发展商都是抢购买力 所以我们看第三季上去一点 直至到第四季最近年底 就是刚刚11月开始 又开始第四波疫情爆发了 楼市又转回观望比较浓厚一点 全年楼市我们看回 私人住宅责福上落 全年来说 我想都是打个和和的 就是楼价的升幅和跌幅 都没有什么大影响 总结我们看回 整体整个私人楼园 土地住宅至12月13日为止 全年累积私人楼园 有52,930宗 买卖的金额是4,970亿 按年预计 还有半个月左右 我们估计可以达到 55,600宗私人楼园 买卖登记 比较上年2019年跌1% 成交中数 至于物业总值 直到今个月13日为止 有5,232亿 按上年情形比较之下 总值大约跌3% 按上年2019年 大约微跌3% 至于分类 例如一手私人楼园 那方面我们看回 今年整体是1月至4月最差 一手 最主要就是 疫情刚刚今年年头开始 打乱发展商销售的进度 所以很明显 今年1月至4月 一手成交比较最差 每一个月头4个月都是1000宗左右 最差的那个月就是3月份 只有590多宗 直至到第二季中段开始 疫情缓和了 很多发展商开始推广 有些发展商推出吸引的价钱 成交量开始好一点 在第二季尾开始 总结今年一手楼市 那个私楼全年 直到13号为止 有13927宗 总值1614亿 估计全年的一手楼 大约是15000宗左右 可以去到15000宗 成交的总值 可以去到1739亿 较2019年 总值和成交的中数 分别都会跌27% 现在成交的中数 总值就会跌了23%左右 大约 至于一手楼 今年全年平均每一宗 成交的流价是多少呢 今年全年平均流价 成交的中数 是1154万 每一宗 一手成交的流价 和去年比较 升了6%左右 至于二手市场方面 今年最后四个月 就是最往四个月 一至四月 我认为 第一 主要是 上年如果大家有记忆当中 在2019年的10月中 政府推出放寬的首次按揭的保险計劃 因素之下大動一至四月 很多買家都出來找東西 再加上當時的一手樓沒有盤推出市場 很多買家一至四月都出來入市 今年一至四月二手市場平均大約每個月四千中徘徊 換句話,今年最旺二手市場是一至四月 大約每個月有四千中 頭四個月都有一萬五六中 二手市場剛才所說 為何會一至四月旺 除了政府放寬的按揭計劃,樓宇按揭計劃首置 以及之前對上在2019年 其實都累積了不少購買力 回流到二手市場 加上新盤放慢了推幣的進度 所以大協了今年2020年的二手市場 首四個月是表現最好的 至於二手市場 私樓登記到今個月的13日為止 有三萬九千中 成交的中數 總值是三千三百五十六億 估計全年的登記會過四萬宗 二手私樓的賣賣 四萬五百宗 如果對比2019年全年的二手市場 有三萬五千七百宗的成交 今年的二手市場 對比去年是升了14% 成交中數 都是創了六年的新高 如果二手計算 至於全年的總額 今年我們預計是三千四百九十三億 全年的總額 按上年的比較會升了12% 成交總額 也創下最近這十年的新高紀錄 除了成交中數 創這六年的新高 成交總額也創近十年的新高 至於今年二手市場 剛才說了一手市場 今年全年每一宗大約是一千一百五十幾萬 至於二手市場 今年平均每一宗成交樓價 大約是八百六十二萬 按上年跌了2%左右 另外說完一手二手 提一提值得關注一點點 就是過去兩年 我們看回轉手的賺價 其實之前兩年 我們看到市場 兩年前開始 第一就是中美貿易戰 接著就是社會運動 最近這一年就是 新冠肺炎疫情 其實這三樣拖累之下 我們對比 如果以2018年計算 每一宗賺價 如果2018年算是最高峰 即是歷史高峰 每一宗賺價有89% 那個賺的幅度 對比今年截到13日為止 二手市樓每一宗賺價 只有74.6% 都跌了這兩年 如果對比上年的2019年 每一宗平均的賺價 85.8% 其實都回落了10.9%左右 我們展望2021年 每一宗賺價 都有機會上升80%的水平 另外最後想說一下 十大活躍二手的屋苑表現 今年也是 閃聯 江湖山莊 再到閃聯首位 成交 如果屋苑計算的 直到12月13日為止 江湖山莊錄到549宗 如果對比上年 542宗 都未升1% 成交的宗 第二位是一成 有448宗 至於第三位 日出康城 有381宗 一成和日出康城 兩者分別 對比上年也有升幅 一成就升了20% 成交宗 至於日出康城 成交宗 二滿屋苑 老牌二滿屋苑 美夫 排第四位 有372宗 按年和去年比較 升了10% 至於太古城和黃布花園 各自錄得357宗 和326宗 亦分別升了22% 和38% 主要的五六宗 成交也不錯 至於總結2020年整體 中小型物業 我們錄到頭11個月 累積的樓價升幅 都有0.2% 0.2 頭11個月 預計全年最終 大約會跌1% 因為見到第四波疫情 這一個多月 都見到樓價偏遠一點 所以我估計 如果全年計算 都有1%的跌幅 中小型物業 至於豪宅物業方面 預測全年會有大約3.5%跌幅 樓價 買賣廣了 樓價廣了 最後就是租金 至於租金的走勢 中小型物業的住宅 在今年我估計 是跌4.5%的租金 始終少了一班讀書 或者有些在香港工作人士 很多不少都偏遠了 而豪宅方面 租金大約跌5% 中小型物業的4.5%跌 豪宅租金跌5% 我主要想講一講 2020年整體的表現 主要是這些 謝謝 謝謝陳先生 接著我們有請總裁廖偉強先生 跟大家分析一下 2021年的樓市走勢 好 首先多謝阿Dale 你這麼詳盡的報導 亦是 多謝各位傳媒界的朋友 的參與和出席 去年同期入面 2019年底 我記得 都是回顧整體2019年的市況 以及 Forecast 2020年的樓市走勢 當時我都講了三件事 第一就是 政府會暴力式救市 市民會報復式消費 最後樓價會噴射式上升 我講這番說話的時候 當時未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出現 當時是估計2020年樓價的上升幅度都會很重要 可能達到差不多一成左右 當然事意而為 因為有新型冠狀病毒的出現 所以令到樓價就是滯漲了 不能夠在預期中的升幅 大家再看看 是否當時股錯市 因為第一 大家都不知道 會有全球性的疫情出現 最重要的是 其實在2020年 不單止有四波疫情出現 分別在 剛剛開始 香港在1月23日 然後在3月份 有很多外地學生 回流時引發第二波疫情 當時是3月19日爆發的 再者來講到7月7日有第三波疫情 最近 剛剛在上個月 首月19日 就會引發到第四波疫情 大家可以想而知 四波疫情情況之下 樓價都沒有急的下跌 反而仍然在全年來講 到今天為止 指數都差不多叫做無聲的暴電 原因很簡單 看回我們集團的指數 年初是178.13 今天來講就是177.75 其實嚴格上是無聲無跌的 當然我們還要觀察 接下來星期五會公佈的指數 和下星期五公佈的指數 才再去估計到 究竟真真正認全年的樓價 是否正數還是少數 剛才David提過 我們預計 因為第四波疫情的出現 所以可能有機會 對上這十年來 11年應該大概是大約11年左右 樓價每一年都是正增長的 今年有機會會破蛋 有機會可能還未跌1%左右 這是在2020年的情況下 怎麼看2021年呢 因為剛才說過 其實今年不單止是新型冠狀病毒的肆虐 其實第一 看回2018年的中美貿易戰 其實到了2020年來講 更甚 其實美國對中國的制裁 無論在貿易方面的制裁 甚至科技上 甚至全方位都已經出現了 所以其實來講 在2020年不單止是新型冠狀病毒 影響到經濟物流價 在中美貿易戰的情況也是一樣的 再者來講 其實在2019年出現的社會運動裡面 其實是大到去 2020年的上半年 直到在6月30日出了《港版國安法》之後 才得意平復了市況 簡單來說 2020年基本上是受制 但是仍然受影響在中美貿易戰 社會運動的因素 以及新型冠狀病毒的四波疫情的影響 那麼樓價依然是壓立不倒 所以呢 其實之前在2019年底 估計的市況 其實基本上是應驗的 那麼我自己再看 這個應驗可能延遲一年了 那麼會到達了2021年 是有機會出現 所以我自己預計 2021年的樓價是有上無落 即是有升無跌 所以估計在全年的價格裡面 就有機會會上升一成左右 這個是我估計 那麼住院 在一手市場的中數 因為在2020年 就受疫情所限 發展商推翻的部分 是被打亂的 那麼也是很多時候有限聚令 所以令到發展商不容易是推翻 所以整體全年來說 估計那個一手中數 都是近幾年來是最低的 達到大概1萬5千宗左右 那麼2021年呢 情況呢 就會有很大變化 因為如果疫情能夠完結 那麼其實疫苗出了 那麼應該 估計能夠可以在2021年裡面 慢慢慢慢平復市況 經濟慢慢起飛是會存在的 所以我自己估計 2021年呢 發展商是會很積極推翻 以及追回2020年的數字 所以估計2021年呢 那一手成交中數呢 會達到1萬9千宗 那麼對比2020年 2020年來的 就是大概升20%左右 那麼至於二手方面呢 就因為去年 去到去年來講 10月呢 林鄭Pan出了 那麼大旺了在今年的上半年 那麼所以其實今年的二手成交中數 都是升得挺好的 那麼我自己估計呢 那我自己估計呢 因為發展商推盤 是會搶佔部分二手市場的客員 那麼當然 明年的市況好 就是二手市場的有利 所以二手市場未必會很大增長 不過仍然是可以保持2020年的中數 達到4萬1千宗 只是微微地升幅 那麼所以整體來說呢 在2021年來講 一手加二手的中數 是可以有機會去到6萬中的 那麼至於剛才我講的樓價呢 如果在那個指標性屋苑 就是一般的屋苑方面的樓價呢 就應該會大概升8-10% 豪宅就可能 因為基於要開關了之後呢 會有些外地客 甚至會過客來香港 它才有機會帶動了那個上升的幅度 所以可能會滯後一點 所以豪宅明顯都是會升 不過升幅呢 在短暫時間看 就應該沒有屋苑的升幅那麼高的 那麼再加上屋苑裡面呢 有這個林鄭PEN 就是1千萬內海只有八成和九成來講 所以應該比較會受歡迎多一點 所以豪宅的升幅明年呢 就未必會升太多 都是大概5%左右 那麼至於租金方面呢 因為在今年2020年來講 就整體來說 就無論是屋苑和豪宅都是下跌的 那麼我自己估計 明年呢 屋苑方面的租金是會保持平穩的 而至於豪宅方面呢 就仍然會少了很多大公司客 或者是一些外籍客戶 以及部分的學生客戶 那麼變成了大型的單位裡面 我自己估計呢 就那個租金呢 就仍然會有機會下跌的 大概2%左右 那麼明年來講呢 就是公司在那個定位 公司的文化和定位方面呢 依然是保留我們的品牌 就是加的感覺的定位 就是希望繼續是用這個 加的感覺的文化裡面繼續做推廣 那麼再者來說呢 我們其實在幾年裡面呢 那個資訊科技發達裡面呢 我們仍然會投放很多資源 在資訊科技方面的 那麼所以仍然是會繼續強化我們 增盤員工的效應 那麼這是第二點 那麼第三點來講呢 大家都留意到 其實近年來我們都 特別在2020年呢 基本上在各招聘方面都很集中的 那麼現在是這個資訊科技年代 所以我們公司的焦點裡面呢 都盡量希望可以聘請一些 比較年輕有活力的新的成員加入 所以在年輕化裡面呢 在2021年呢 我們繼續會在這方面 潮流方面去推廣的 那麼最後呢 這個科技化呢 我們在2020年呢 因為這個新型冠狀病毒的帶動 令到我們是使用很多資訊科技的元素 在這裡 包括今天開記者招錄會 也是啦 我們都是用了一個Soon 去跟大家去講解一下 2021年那個樓市的走勢 變成了在2021年 我們繼續會投放很多資源在科技方面 所以在科技化方面呢 也是我們公司的定位 和整體聯合公司的文化的樹立的 那麼最後呢 都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麼在2021年 我們怎麼發展 或者總結一下2020年呢 我們公司的人數和分行 那麼確實來說呢 在分行數字方面呢 我們是在2020年那方面呢 整體來說呢 都開始在整頓中 所以 變成我們的年初時也有說了 分行會遞減一成 那麼其實是 最後得出來的結果呢 跟我們之前年初 即今年年初的時候呢 其實挺相約的 我們年初時是210個分行 到今天來說呢 我們已經是降到200間分行 那麼這是分行的情況 至於人數方面呢 仍然是跟我們年初時說的情況 是 那個步伐一樣的 我們想是增加的 年初時呢 就是2400人 今天呢 就是2600人 那麼所以來說呢 都是有增長 不過跟我們預期當中的增長呢 相對是比較慢 因為可能基於 那個市況 或者是疫情因素 以及經濟因素 所以 請人步伐相對 比我們預期當中的慢一點 所以 在來年來說呢 2021年的發展呢 我們 在分行方面呢 都會保留現在的分行的數字 不過當然會抵震 因為始終的市況是會比較好的 所以我們大概會增加 大概10間分行左右 在2021年 至於人數方面呢 就是希望可以繼續增加 達到400人 令到我們全年的人數可以是 衝破3000人的大關 再者來說呢 雖然還有半個月完結 不過都估計到今年的生意數字 去年我們全年是做17億 今年呢 我自己估計來說 就應該是做不到這個數字了 應該是會大概會跌 可能會大概是會跌十幾個百分之上 現在還未賣數 所以變了來說 就跟我們年初的時候 預計的全年目標 是會有所出入的 因為始終 疫情是影響那個生意數字了 所以在明年來說呢 我們希望那個 營業額方面呢 維持在我們 2019年的數字 希望可以增長上來 對比今年來說 希望可以增長大概 接近兩成的生意額 所以這個是我們來年的目標 多謝各位傳媒家的朋友 多謝 謝謝廖先生 接下來呢 我們安排了Q&A的時間 大家有問題的話 歡迎向嘉賓發問 那怎樣發問呢 大家可以利用在 更多選項裡面的 舉手功能 聊天功能 甚至直接在會議裡面 發放文字或者符號 或者如果你們可以 WhatsApp給我們問題的話 我們的公關同事都會收到的 那任何你們方便的方式都可以的 我們的同事收到試意之後 就會開咪給大家問問題了 那現在大家可以看看 會不會有問題想發問 那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剛才剛剛收到 有記者WhatsApp了兩條問題給我們 那首先第一條問題 他就想問 今年整體的樓價 預料都是按年輕微地回落 是否適合的時機 就住宅物業減納呢 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話 政府在2019年的2月份 都開始逐步遞減納消息 當然他不敢說很大幅度去減 因為這個會影響到樓價的飆升 那這個政府是很穩陣的 那如果大家留意的話 在2019年的2月份 活化工廈五種用途 就希望可以刺激到工廈的成家 因為當時的工廈 工廈方面相對比較靜 那去到2019年的10月 這個比較重要一點 就是10月16日 林鄭推出了 有一個政府推出一個叫林鄭PEN 就放寬了樓價入面 由600萬帝升到1000萬 可以借到800萬到千萬八成 800萬以內可以借到九成 這也是刺激到物業交台的成交 以及價格的穩定性 再者來說 去到去年 即是今年的8月20日 金管局都放寬了 工廈部物業可以按揭 成數是去到五成的 再者來說 就剛剛在11月26日 即是上個月 取消了工廈部的雙倍辣椒稅 立剛見影 雖然未至於說 成交流價急急上升 或者交投量大幅飆升 不過比例之前 交投量是有所增長的 那你說會不會是適當時機減壓呢 我覺得 因為始終 剛才剛才說了 今年樓價就算有所變動 都是1%左右的上落 我不覺得政府在這段時間 夠膽說會鬆綁辣椒 所以 應該會是趁著適當時機 例如樓價有所大幅的變化 或者成交量大幅的低減 它會看著外圍因素的變化 從而才會逐步去放寬一下 好 第二條問題 這位記者都問到 早前政府已經表明 不再推出空置稅 明年的豪宅市場 會不會提高一線呢 其實發展商有空置稅 當然他可能都會馬上去賣 他計算而已 空置一年大概是5% 我覺得發展商對豪宅的定價方面 信心是比較強的 因為始終 香港差不多 新款的供應中 八成以內 都是1,000萬以內的單位比較多 中銷是比較多 至於豪宅的成份方面 特別是凡指2,000萬以上的單位 的數字相對比較少 所以我相信發展商都是比較適守的 就算取消空置稅 或者是不取消的話 當然取消了 發展商的彈性會比較高 在他們定價方面 可能會相對沒有那麼急 不過相對來說 他們會適守 你看到之前 已經吹風說 空置稅會出現 發展商依然對豪宅單位方面 或者大型單位方面 步伐相對比較慢 所以我覺得 空置稅的取消不是很大影響 我們剛剛又收到記者朋友WhatsApp給我們的問題 就是問說 經過幾次疫情之後 二手業主目前的倚駕心態是怎樣 現在這個階段 存不存在樓底的條件呢 其實大家留意 今年剛才提及過 有四波疫情 分別是1月、3月、7月和11月 每一次出現一波疫情 總有業主擔心和害怕的 那段時間其實最適合入市的時機 特別去到第四波疫情 今次 反而 在第四波疫情來說 我們所觀察的業主 減價的幅度相對都是收窄了 因為經過了對於上三輪裡面 樓價之後還是會站穩 所以很多業主 除非他很等錢勢 或者他買了物業的話 需要套現去轉換物業 如果不是的話 也不是輕易減價 我相信要減價的 因為在上半年來講 大部分業主都 心急想出貨業主 都已經減價了 那現在這段時間來講 趁著疫情的出現裡面 你問我 我都覺得 絕對是適合時機來的 起碼你有二間空間 和業主容易軟化 甚至乎你容易減選到一些單位 所以在這段時間裡面 應該都是入市時機 因為疫苗已經出現了 那如果你明年 真的能夠控制到疫情 甚至不可以打疫苗的話 我相信樓市和我 在今年初說的說話 是會兌現的 就叫噴射息上升 那 這個是我都預計 201年來講 樓價方面是有上不下 好 好的 我們知道有記者朋友 其實都很有興趣想問問題 我們其實可以幫記者朋友開咪 只要你們試給我們 我們這邊的空間同事 會幫記者朋友開咪 到時你們接受解除咪的限制 就可以即場現時問問題 或者各位記者朋友 有任何問題的話 可以把問題WhatsApp 給我們的公關部同事 我們可以幫你們問問題 都可以的 你們可以把問題WhatsApp給我們 或者直接在會議中 試意都可以的 各位記者朋友 你們可以在你們的頁面 解除咪的限制 只要解除了之後 就可以現場即時發聲去問問題 很想問一下廖先生 未來對下季即第一季的一手盤 推翻的速度 會不會發展商的狀態 大家先等一等 等到真的有疫苗 或者之後的情況 如何再決定 還是好像剛剛過去10月11月 都會有些大盤 或者發展商都會開始 在一些水溫去推翻 其實我自己觀察 發展商基本上都是心急開盤的 只要疫情一受控制到 例如限聚令 因為現在的限聚令 是最嚴謹的 當它一放鬆 我相信發展商 就已經在整裝代替 會立即推翻 那你說 在第一季 會不會說 很多新盤推出來 因為剛剛疫情來講 都未完 現在的限聚令 仍然在生效 那真的要等到 這個限聚令開始 逐步解封 我相信 那些發展商 就會因應的時間 就會推翻 不過 剛剛在第一季 都適值 有一個農曆新年 大家都知道 農曆新年 是發展商 推翻相對比較慢的部分 除非當年 市況是非常長 如果不是的話 發展商應該 都會在 農曆新年前 和後 暫時會減慢的推翻部分 所以我自己估計 第一季 最有可能推翻就是一月 一月因為整個月裡面 如果當疫情 一受到控制限聚令 一解封的話 就應該會推翻 以及三月 三月過了 零新年 我相信發展商 都會急急地推翻